我剛剛特別提到美國哈佛大學 兩位學者所撰寫的這本書 《民主刺客的同盟》 指的就是美國的參眾議員裡頭 共和黨的激進派 美國現在戰務院的議長McCarthy 他不完全不算激進派 也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激進派 他最近提出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為了取悅 跟安撫這些激進派 否則他這個議長位子快要被罷免掉了 他安撫他們的方法就是 我要來彈劾拜登 彈劾拜登就是調查他的兒子 Hunter Biden跟拜登之間的關係 然後接著又說 我們不會進行眾議院的投票 換句話說 他就完全是純粹情緒性的安撫 程序性的安撫 根本不會真正進入正式的 眾議院的法定調查之後的 彈劾程序 因為不投票 另外一個事情是美國9月底 政府可能又要關門了 沒錢 所以必須要提高某些預算上限 同意或者是刪減等等 於是McCarthy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的這位議長 他就提出一個跟五角大學有關的 相關的支出法案 希望這個法案可以幫助美國 在這個月月底不要政府關門 結果他一提出來以後 又被基金派的優議踏罰之後 又把這個案子給收回來 所以9月底的時候 美國政府部門是有可能關門 而造成整個美國股市的一番波動 不過最終還是可以解決的 美國這場總統大選 2024總統大選 真正很大的一個原因 一個就是反對川普 一個就是愛川普 反對川普裡頭 最主要是覺得他太可怕 他會毀掉了美國 會變成了內戰 但在支持拜登的部分的人 卻相當的少 拜登最近在越南 他從G20去了越南 他已經讓所有的人覺得說 我簡直是不能夠忍受 因為在那個地方 很多記者提問他的時候 他居然說我要睡了 然後整個旁邊的記者會裡頭的主持人 趕快把這個記者會就立刻的解除 就說我們拜登開記者會 記者會到此就結束了 紐約時報說拜登在一個國際最重視的 越南記者會上的表現 引發了反對者攻擊他年齡太大 他也讓美國在國際的舞台上出仇 拜登怎麼也沒料到 在越發接近美國2024總統大選之際 拖累個人選情的天大麻煩 就像打不完的地鼠 一個個接連蹦出 新愛的赤子杭特 讓拜登破天荒成為史上第一位 心下子女遭起訴的美國現任總統 同一時間共和黨也正式啟動了 噪音杭特海外商業貪腐一案 懷疑拜登濫用時任副總統職權 協助遊說外國政府的國會彈劾調查 9月14號 杭特拜登遭美國司法部正式起訴 指控他在2018吸毒期間 非法購買槍支 且兩度做出虛假陳述 在交易進行的德拉瓦州 面對槍支買家必須在購買前回答 自己是否吸毒時 杭特明明在問卷選項中勾選了否 卻在自傳後來出版後 寫著當時吸毒成癮 前後論述矛盾 兩次虛假陳述及非法持槍三項罪名 若全部成立 現任美國總統之子恐怕得吃上最多25年勞飯 或被處最高25萬美元罰款緩刑三年 事實上全案本該在今年5月以認罪協商刑事落步 但航特誤以為只要在他也涉及的逃稅一案中正罪 非法持槍案就能夠豁免不被起訴 但這並非檢方初衷 雙方認知落差極大下 法官不接受協商內容 8月司法部任命特檢惠斯 接手後續調查 因此最終會如此發展並不讓人意外 但最令拜登尷尬的 無非是兒子的審判將與個人連任競選同時間進行 尤其起訴書發布後 共和黨更有理由緊咬航特海外商業貪腐案 來合理化進行中的總統彈劾調查 即便參議院是由民主黨掌控 彈劾最終其實不可能過關 但隨著調查啟動勢必影響明年總統大選選情 韓特遭起訴對主導彈劾調查的共和黨眾院議長麥卡錫 來說並非意料之中 因為司法部對韓特的指控 是在他宣布將責成共和黨掌控多數的監督司法籌款 三大眾院委員會分頭調查此案的兩天之後才發生 麥卡錫做出宣布的當下 美國自由派媒體大肆報導的 是共和黨內部的路線之爭 表示麥卡錫會選在這個時間點動作 全是為了安撫不斷揚言 若他不速速讓拜登答應削減政府預算 一旦導致聯邦政府在九月底關門 將不惜出手罷免黨籍議長的共和黨右翼保守派 但共和黨溫和派包括參議院大佬麥康奈在內 其實並不贊同在證據不夠充足下發動彈劾調查 尤其即便真的交付表決 也不可能在民主黨掌控的參議院果官 當中間選民對美國兩黨角力政治已經五感時 國會山莊前也才因此出現 英國記者激烈對峙共和黨右翼保守派的正義務 好, last question, yes ma'am What actual evidence do you have as opposed to allegations to show to the American public that would merit an actual impeachment inquiry of Joe Biden and prove that today isn't just about some of you having successfully bullied Speaker McCarthy for the sake of enacting political revenge? This isn't about political revenge, we have the bank accounts, we can see ma'am, you can see that the homes that the Bidens own can't be afforded on a congressional or Senate salary you also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normal for family members to receive millions of dollars from overseas interests, that's what we have if you can't see that, if you are that blunt Look, I'll turn it up Well, a lo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an't see that they think it's political revenge Because you don't report on it We're here reporting on it today with respect I'm not sure you know what the American people think It is very simple for someone just to insist there's an absence of that But if you can look in the face of that and contend that that's, you know, anyone has a right to their opinion what they can't do is change the fact 畢竟麥卡錡是在未讓國會先投票的狀況下 禁字宣布眾願啟動彈劾調查 儘管多年來杭特拜登在世界各地從商荷包滿滿 且部分時間與父親拜登的副總統任期有所重疊 包括任職烏克蘭能源公司Burisma董事會 包括尋求在中國投資交易 共計帶來的數百萬美元收入 杭特拜登的國際商業版圖 始終是共和黨人尋求彈劾拜登的核心證據 儘管共和黨人已表明 拜登擔任副總統任內與他兒子的商業夥伴 有過短暫互動 但案子調查迄今九個月為止 他們並未提供任何確鑿證據 無法證明拜登採取了 任何史航特及其商業夥伴獲益之事 也尚不存在非法或不道德行為 美國學界憂心忡忡 當彈劾快速成為一種政治工具時 國家民主只會滾下滑坡 一些人都被擔心中心疏忽 因為我們認為 有所謂的力量 提供的聲音 在那裡的聲音 提供的聲音 是在那裡的聲音 和聲音 要有高級的聲音 ides of their own has to be in effect paid back and there has to be pay back. And that's a really bad situation for any democracy to be in. Because it could obviously just spiral out of control. Every president i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impeachment, that's not a good look for us and it's it's also a horrible policy distraction. The U.S. economy is facing a couple of major hurdles, including another possible 以不知道是第幾回 美國國會若無法及時就支出法案 達成共識 提高國家債務上限 美國聯邦政府將在10月1號 再度陷入停擺 而仍在高點的美國通膨 讓底特律三大車廠員工 決定繼續發動抗爭 堅持要求車廠高層 大幅加薪否則不會退場 美國總統面臨政治性彈劾 美國總統隻子恐成接下球 美國經濟還有多媒地雷 可難以爆 但僅剩一年將迎接 總統大選的美國 迎來的卻是一場 兩黨窮盡利器彼此公結的 犯罪史詩級大選 國安醫院 新型財不幸 穆山